速度其实慢 心情是自由自在 然而在高速公路上 很多车主们就更自由自在了 把车速飙到140-150 也是常有的事 对自己驾驶技术信心十足 可是很多车主并不知道 车辆超过安全行车时速时 车子的一些功能会上失 就算你的驾驶技术再高 也难得厄运 汽车超速行驶时 到底会有哪些影响呢 经过某汽车制造商的多次实验 结果显示 当驾驶超过100公里每小时时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会失效 轮胎压力检测系统的作用 是在汽车行驶过程中 对轮胎气压进行实时自动监测 并对轮胎漏气和低气压进行报警 以确保行车安全 但是当您超速行驶时 质量功能并会失效 这就会使您不能及时地发现 轮胎的意外情况 除此之外 电子手刹按钮和方向盘的 灵敏度会降低 当车辆速度超过100公里每小时 计算机将关闭电子驻车制动功能 以防止意外接触 同时方向盘灵敏度会下降 手刹和方向盘可不是小事情 一旦前方出现什么紧急情况 躲都躲不过去 这功能的丧失或者减弱 就算年龄再高的老司机 也很难招架得住 所以还是请大家安全才是守卫的 请拒绝超速行驶